監視器畫面拍下這戶民宅客廳 看似沒有異狀 但嚇一秒 一輛藍色特斯拉直接撞進來 不但把門撞成兩半 客廳內的物品全都撞得亂七八糟 地面上留下車殼和零件 現場凌亂不堪 想到意外當下夫人還是很驚恐 聯絡兒子回家處理 幸運的是她平常都在客廳看電視 但意外當下她沒有在客廳 這起意外發生在六號下午 一輛特斯拉行進中山區 先是撞到路邊的車輛 再衝進一旁民宅 路邊的休旅車更被巨大撞擊力 撞到旋轉九十度 不知道我就是正常這樣 在那上樓下也沒問題 三四十公里 在那樓下都會慢慢晒 單線道而已 都會慢慢晒 車庫都好嗎 車庫是沒有問題 車庫這幾個月 這幾個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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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黃繩 有黃繩 怎麼黃繩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有 你怎麼吃藥 沒有啦 趙氏駕駛說 明明車速不快 車輛沒有問題 地面上也沒有煞車痕跡 目前只能交給保險公司處理 至於車禍發生原因 還有待調查 記者黃繩銘金融報導